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加腾盛新24号炒作称 钓鱼岛事态非常严重 日本要经常配备超过对手力量的海上保安厅巡视船 以确保警备万全 日方叫嚣的当天下午 中国海警局发布消息称 中国海警2502舰艇编队当天在钓鱼岛领海内巡航 结合日本海上保安厅发布的数据 截至5月24号2021年中国海警船巡航钓鱼岛的累计天数 已经达到136天 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周边巡航的常态化 让日本愈发焦虑 日本首相菅义伟19号 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举行电话会谈时 表示严重关切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 还声称反对所谓中国试图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 不过据非总统府发布的声明 杜特尔特坚持和平解决争端 并表示日非关系必须有利于南海稳定 和维护亚太地区的广泛集体利益 邻居共同社22号报道 日本政府计划在陆上自卫队 负责夺岛作战的专门部队 水陆机动团中 新设第三支部队规模大约600人 预计于2024年完成部署 加上此前的两支部队以及后援团队 届时日本水陆机动团规模预计将大约3000人 感 proudyou 使用了两支店 一支供畉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